田家少闲月 不月人备忙 双强实际来临 天赋粮仓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内 一边是金灿灿的麦田 一边是绿油油的央田 收获与播种 在这里同步上演 收割机穿梭往来 收割 脱利 除杂 仪器合成 金色卖力倾斜入仓 带来振奋人的感受 带来振奋人心的喜讯 新品种 薯麦1868 亩产516.9公斤 创成都平原新高 薯麦133 亩产608.7公斤 创成都市小麦最高单产 已完成收割的田地 由无人机与无人驾驶 插秧机接手 一台机器 一天能插60亩秧田 相当于50人的工作量 手割与插秧无缝衔接 空旷的田地里 又长出了一排排嫩绿的秧苗 为保障双墙期间 这些水稻宝宝可以准时入田 天赋梁舱内还建起了一座座 智慧预秧中心 以前在自然条件中预秧 一旦天气变化 出芽时间就会推迟 现在有了智慧化预秧生产线 精准控制时间 减少病虫害发生 出芽率提高20% 科技让我们不再看天吃饭 2023年 重州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25.77万亩 农业信息化水平达到90.5% 预期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22.48万吨 智慧耕种 天赋梁舱的丰收密码 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 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 丰收大地 处处三个 携手同情共状 美好生活 你好 成都